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就是你一旦設一個標準 這個人適不適合對不對 我告訴你 就在這個陷阱裡面 永遠不能超生 因為對呢 也可能變不對 不對呢 有可能變對 就永遠在那邊搖擺嘛 永遠都以為這個是一個標準 就像說有人會覺得說 我跟另外一半沒有做愛這件事情 是不是表示我們完蛋 怎麼會這樣想 就是不能不想做就是 就是不能沒有胃口 然後呢 你既然那麼重視這個事情 你怎麼會讓它量到這樣的地步呢 所以可見來講就是說 其實有些事情就是 你把它設定了一些標準 你就被那個牽制 然後呢 你原來那個感覺 或是做這個事情的感覺都變直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那麼敢 在那麼多地方 講說叫大家不要結婚 有那麼多人叫大家要結婚 這種暴力 大家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我講這個不行 就是我就是要講更大聲 想要平衡一點 那年輕人知道說 喔 除了一群這樣的人 聲音也有人這樣講 他們才會開始有意識說 欸 我可以做選擇 不然的話只聽到這個聲音 你不想結都不行耶 你就覺得自己是變態耶 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想到了 他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問題 就是說 欸 我要擁有一個 愛你到一輩子的配備 比如說 我要娶你 可能要去買個房子 我要一個固定的工作 我要生小孩 我要照顧你爸爸媽媽 我要跟你的親戚來往 我要跟你的朋友來往 我要照顧你的感受 全部圈起來 喔 原來要花這些錢和禮器 一旦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你為了要批奔於建構這個需求呢 架構呢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 享受裡面的任何一點 你回家的時間都沒有 連做愛的心情都沒有 沒有這樣的心情 沒有這樣的配備 那麼累 你還要要求彼此忠誠個屁 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買我的書 我的書真的比較理性一點 我發現我只要用回答喔 就不知道是好是壞 就是會比較激動 可是我那個 看到他的問題應該就是 無緣無難道不能明確誤爛嗎 因為我不要 不是 我覺得說可不可以放 就是不要這個標準 你知道一個人喔 比如說我喜歡你是 我今天有看到一個 你迷人的地方 而對你改觀 或是愛上 或是持續更愛你 如果沒有這個發現 我們倆在一起有什麼意義的人 所以要講不是條件 是你要有那個心情 那個角度 那個緣分碰到一個 吸引你的東西 你不要把一個人 花那麼多力氣跟錢 把他買回來加你身邊以後 不知道怎麼用他 不知道怎麼享受他 所以你是說自己的心情要 能夠談戀愛的心情也要 不知道你要有一種 能欣賞別人的那個優點 然後去享受他的優點 這個目的才達成嘛 不然你們在搞什麼 就是 就是不管有沒有達成 只管那個形式 難怪那麼多 自認為感情很好的夫妻 都不敢離婚 感情好才需要離婚 是感情不好才要那個假的 婚姻 因為我覺得眼睛展在頭頂上 是你的選擇啊 對不對 幹嘛眼睛一定要長在哪一邊 就是 這個世界就是 有些人就是可以懶到 我只要看一個方向就好啦 也可以啊 你本來就是 你不可能什麼都要 你什麼都要顧到 你只能說 你知道愛情的美好就是 瞬間短暫很簡單的事情就滿足了 他反而承載不了太多的責任 跟太多的期望 所以為什麼小三的感情一定 一定比原配要真實一點的原因在這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麼多配備 把他瞬間去享受那個感覺 是沒有這麼多配備 只是沒有那麼多要求嗎 沒有那麼多假的形式 要去追求 你知道嗎 當你要做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 你只要多假才做得到這個標準 我跟妳講喔 我真的覺得說 就是 你們都一直覺得說 一人只有一個就是的 你們都要這樣想就是 我告訴你 所有人都有 老天爺 你不知道老天爺會在哪裡安排競爭對手 你怎麼可能想只有一個 你相信我們一群男生喔 跑去出國去玩 然後就一起去漂 就漂啦 你又知道個屁啊 我說你剛剛是在說 好啦好啦 我是說舉例子 然後呢 我說與其你去猜她對 有沒有忠誠幹嘛 就是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條人生啊 她過那種低檔次的人生沒問題 可是你就是會擔心啊 不是 我覺得說 越有精神對手出現 你越要把自己搞好啊 不然你有什麼競爭 對不對 你只是立刻開始選擇一個可憐兮兮的 然後緊張兮兮的一個身份而已 你有什麼 這是你追求的角色啊 如果是我 我很愛你 現在我發現 你有一個 那個 前女友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讓你知道我吃醋 可是我 絕對 不會理你 我想辦法自己這個時候 把自己打起精神來 做一個保衛戰 就是其實 人跟人固定的關係 其實很容易膩掉 很容易淡掉 很容易燉掉 這大家都不要再作假了 有個第三者出現 其實是刺激你們感情回溫的一個好機會 真的 你相信我 沒有這個 你會懶到天長地久 所以你是不是要讓男生知道自己有在吃醋 但是又不能在吃醋 沒有 我要讓你知道我在吃醋 可是我會把它弄得更有魅力一點 我可能社交活動 我可能主動多一點 我要讓你知道我很受歡迎 我要讓你知道說 嗯 我離你也稍微有一點遠了 這是欲情故縱 不是欲情故縱 你談感情沒有追求 或被追求的這種彼此互動 怎麼會有 你只是自私化了 可能比去飄濟那個還不如 人家飄濟是有需求去的 你可能是為了 讓你有安全感 就是這樣幹什麼 沒有意義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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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這個故事喔 就是我就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那個 那個不是有一個預言故事嗎 一手預言就是 那個 那個瓶子裡面有東西 然後一手一抓 就手都逃不出來 那是什麼 那什麼預言故事 蛤 是烏鴉嗎 不是 是烏鴉嗎 反正就是 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女孩子的心態就是這樣 就是 你就是給自己一個圈死的東西 你知道比如說 我們現在就設定一個 我們結婚以後 我要對你忠誠 你要對我忠誠 然後呢 我知道我一定會做到忠誠 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做不到忠誠 然後我還要跟你玩這個遊戲 你不覺得你只是很笨嗎 老師他可能結婚太沒結婚 他可能結婚前你會找到老公會 我告訴你 你叫他跟老公 好 反正你們在場嘛 你就跟你老公講 你說老公 我要告訴你我的感受 因為我想跟你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要讓你知道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 我想忘記你這些事情 然後假裝不在意 因為我也知道 你們都是玩玩的 因為換成是我 我也是玩玩的 因為我們之間有很多價值 不是都沒有價值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現在就是 就是讓我知道 以後我就一個陰影在那裡嘛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解脫 你要支持我 就是讓我去找小王 我會有節制 我會有節制 你就這樣跟他講 不然你說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不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就是也可以修理他 讓他緊張 就是其實關係版就是要鬥志 你以為是和平相處喔 和平相處是什麼 就是 你看你跟你爸爸媽媽都沒有辦法和平相處 你怎麼可能用這樣的婚姻 然後給自己套了那麼一個硬邦邦的一個規則 然後去相信這個已經過時的那個想法 你看這個你還相信忠真 不覺得 喔 但是他看起來好像很平 而且我覺得很難得是他竟然說 就可以看一個漂亮的女生上場 不是通常 不一定是漂亮的啦 對他就說 通常都會跟那個見女人上場 或是什麼 但是他就是會 我告訴你 你自己想一想 其實很多老婆跟老公喔 其實也是在一起很久以後呢 根本就不想跟老公做好不好 那因為又帶下來就更不想跟老公做 然後呢 現在有人幫你代勞你不是也OK 就是簡單一點 他只要把錢帶回來 就好 你把他當作賺錢的機器就好 就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要讓我們解脫 這不是價值觀 一個人沒有想像力 怎麼從一個拼子裡面 所以你就是得力他 就跟老公說我也要不想找 然後你不要看這個 我剛剛跟你講那個方式 就是要我這種態度喔 不要說過度開玩笑 讓他覺得你只是講假的 你要讓他知道你的難受在哪裡 這個對談就是要讓他知道說 你 對他這件事情的態度 你 你要讓他知道是你的感受 然後你要讓他知道說 你現在的想法 你要解脫的想法 這樣他就會 壞很多 相信我 我告訴你會介入別人婚姻耶 你都把不知道 真的 而且知道也沒有用 知道也是會進行的 可見呢 可見婚姻真的是非常薄弱 我甚至不覺得外遇是錯的啦 因為呢 因為外遇可能是一個問題的爆發點 就是讓這件事情浮上台面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覺得是說 不要讓自己 就是陷在一個那種幻想的恐懼裡 在那邊拆 來 你不管遇到誰 你就算結婚 現在就不幸結婚了 你都要這麼想 我永遠是一個人 我只是在這個婚姻裡面 贊助幾年而已 就這麼想 你 不用如何是好 就是去經歷啊 就是你現在就是 終於兩個味道都嚐到了 就嚐到又怎麼樣 人生就是嚐到 是我們給他貼標籤好或不好而已 是每一天的經歷都是一樣的啦 不用去把它分類 分類就是蠢 就是你把它分類就是說 是怎樣的問題 沒有意義 我告訴你 你就是沒有辦法跟 有緣的人無緣 就這麼回事 你會遇到的人 你會碰到的事 你就躲都躲不掉 你就是要去面對去經歷 去經歷就好啦 你把它想成永遠幹什麼 好 就多相處一點 不好 就離遠一點 甚至很好的時候 要更離遠一點 因為那時候是失去理智的 就是其實不知道那個分寸啊 沒有那種能力去控制這個分寸的人 都很容易又很危險 然後更何況是那種 我告訴你 任何感情只要很堅定很勇敢 很永遠的都是病態的 因為那都是下定決心要永遠 不是真的永遠 而且都是單方面的想法 就可以喊口號嗎 這個感情 我們要有愛到底 好好好好看 好嗎 我是好嗎 你好嗎 你 好嗎 哦 你 好嗎 我就說 你 看